憧憬减息效应,美股气势如红,走势如麻牛搬向前冲,道指破溜一关又一关,真的如特朗普所言,道指会见三万,本周投资者聚焦银行贵度业绩以及经济数据等,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国内经济增长为6.2%。 上半年整体总值录得6.3%增长,虽符合市场预期,但量点不足,在贸易战阴霾下,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比去年同期升3.9%。 贸易战紧张气氛放缓下,下半年数据有向上改善空间,但内地股市尿族牛皮,集资极具规模的啤酒股百威亚泰,尼尾突然宣布撤回上市。 主要是有传大户因担心市况而抽飞。另外,市传阿里巴巴有机会削减集资额,以上种种因素,皆令投资者杯弓蛇影,只做旁观者,近期沽空机构追击不同企业,但力度显然已不及以往搬零例。 恒生指数重返两万八千五百关口,紧随内地股市步伐,医药和内房板快做好。 国家统计局公布,6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房。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按年上升4.4%和0.2。 帐幅按月分别回落0.3和0.1个百分点。 数据显示内地房产业稳定。中央未需加大调控力度。 华孕至地01-1093月实现总合同销售金额约258.4亿元人民币。 按年增长48.5%。 2019年累计投资物业实现租金收入升28.2%。 公司土储丰厚。加上有庞大租金收入。 中线具吸引力。息率3.57厘。 建议后低吸纳。目标价38元。 跌穿32.4元紫食。 中线具吸引力。